多一些体贴 多一些保护 舒尔美总是给我多一些的安全感 层层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刚才看到的这一幅幅画面 就是我们地方台的军事记者 在大江南北丛林海岛雪山戈壁采集到的 这其中有些画面观众朋友可能已经看到过了 有些还能说出他们的来龙去脉 是的 近年来在各地方政府和驻军部队的大理支持下 全国有近20家省市电视台开办了固定的军事栏目 开办时间最长的有得已达10年之久 播出节目最多的在400期以上 这些军事栏目的开办 不仅满足了许多热爱军事 现身国防的电视观众的需求 而且密切了人民和军队的血弱关系 加深了人民对军队的爱 军队对人民的情 是的 多年来我们这支不穿军装的记者队伍 上高山下海岛进大漠 去体验紫利兵的生活 追踪紫利兵的足迹 给我们留下了一组组动人的画面 一串串感人的故事 正因为如此 我们在人民紫利兵栏目中 开辟了地方台军事节目 汇翠这个窗口 目的是让全国的观众 和我们一起去领略 地方台军事节目的风采 去感受紫利兵和老百姓的情怀 一人学战交汇十人 十人学战交汇千人 万人学战交汇三军 教场无云筑起风云 专题篇教场风云路 展示了万人学战的壮观场面 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比赛 十月份就退伍 现在他十分怀念那座 中年云遮雾绕的哨卡 变念着朝夕相处的战友 张志强说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用一种姿势舞蹈 尽管很累 但是别无选择 如果可能 他将重返教场与枪共舞 位于南海前哨的海军某关通战 中年云遮雾绕四季难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首战官兵就是这样拥抱大山 坚守海防 山高 雾大 没有阳光 这是大南山最基本的地理特征 但是大南山人却必须在这浓墓中工作和生活 在部队的银房 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这里的玻璃门窗后面又挡上一道厚厚的木板 大南山地矿人稀 这样的门窗结构显然不是防盗 而是防雾和防潮 即便如此 依然挡不住浓雾的侵蚀 因缺少阳光 官兵们的衣服很少有被日照晒干的机会 晾在走廊里 结果也只能是月亮月湿 开网期间 失望八一战备 关东站突然发现海上出现情况 战士们迅疾通过这台阶向望天领奔去 担负销毁上海城下一千吨废旧弹药任务的消防官兵们 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 临危不惧气冠长虹 步入死亡之血 那年销毁 就是在装填炸药时 炸弹受到碰撞 突然爆炸 13名官兵壮烈牺牲 安全解释 三二一 起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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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路因为有众多的山而成为国大 极地因为有无数的兵而更加壮丽 寻宪一日记录了这群高原女兵 浓缩了天路上的一代军人 展示了极地上一代军人的高原风范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想念 要拉索 拉住青藏高原 要拉索 拉住青藏高原 你们作为一个青藏高原的女兵 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就是唱我们自己 我觉得好像比较真实的反应 我们现在我们官兵的那种所思所想似的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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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领土不成国家 既有国家 必有边关 天涯哨兵讲述了军民一家 同手边防共筑家园的动人故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里 有一个个由多个少数民族官兵组成的联队 在这冰的世界血的王国里 西线民族兵带给您的是 军营的温暖 军营的火热 军人的情怀 西线民族兵带给您的 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军营 这就是我们可敬可亲的人民子弟兵 这就是我们地方台谱写的 一曲曲军人的赞歌 我们请不吝点赞歌 向大家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